很多人下班的興趣是去逛街吃飯看電影打卡 我的興趣是下班後我可以跑上山 然後在山頂送給天文台火火打卡 我是Harmony 是一個香港定向運動員 以外定向其實是一個尋寶遊戲 會有地圖和指南針 我們要去找不同的check point 我們要順序去那麼多控制點 就快就代表你贏了 我是中學時中三可以接觸 那時師姐就叫我去參加定向的學界 其實我是未玩過的 但是玩完之後就發覺也挺好玩 而且那時也很幸運 拿了決賽的位置 然後就很開心 每一次去找到那些check point 我覺得很有成功感 之後我就開始玩多了這個定向 就開始入了香港的集訓隊 代表隊等等 馬來西亞和韓國的世界排名賽 都拿到冠軍 亞洲定向錦標賽之前也拿到第三名 我到現在其實都已經玩了差不多十年了 我覺得我最怕在定向發生的事是擋塞路 我最深刻的一次擋塞路的經歷 就是大概玩了兩三年左右在挪威的時候 因為那時剛好天氣又不好 去下大雨 因為下雨的關係 令到我去看的東西都沒有那麼清晰 之後我還要是擋塞路 其實我真的很想放棄的 但問題是我沒得放棄 因為放棄 尤其是在外國比賽 是沒有人會找回去的 所以變成我一定要自己找回去 去那個人的event center那裡 那次的經歷令到我 是覺得擋塞路的無助感 那種徬徨是很深刻的令到我 不過幸好我玩多了這麼多年之後 對於我來說 這個心態其實已經成長了很多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知道就算我在那裡擋塞路的話 我站在那裡是無保於事的 我一定要自己去找回自己的路出來 整個定向的生涯 對我來說最大的成長 就是在心理上的一個更加堅固了 我現在是叫做兼職玩 因為我自己正職有上班 我做工程的 其實我覺得上班之後 是難平衡了很多的 因為我只可以留在下班 或者是週末的時候 才可以去做訓練 差不多一個星期 我都會有六七天的時間 都是拿來訓練的 我在大學或者中學的時候 對於我來說定向 可能就是我的一個普通的興趣 但因為現在時間反而上班少了 我覺得現在定向是我的一個生活 它是我一個可以上班之後 放工可以上山跑步的一個寄託 令到我的生活更加多智多彩 更加開心 我小時候的夢想 其實就是可以環遊世界 周遊列國 其實這件事我現在都繼續 其實都是在達成的 就是我踏遍這個世界 去玩定向 去踏遍所有的山 比起我坐飛機去旅行 是更加開心的一件事 我可以去到更多平時未必會去到的 一些小鎮或小山 可以看到更多的風景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可以玩定向 環遊世界 去到九十歲 其實外國也有很多公公婆婆 八九十歲的時候 他們都會去玩定向 就像我們平時去行山等等 我希望去到九十歲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一起繼續玩 好